默论和水晶 说默论和水晶 为什么要说默论呢? 为什么默论我这么坚持要说呢? 明知道有些基督徒会不喜欢 我再说一次 其实不用不喜欢 因为默论真的 人类有 动物有 地球有 整个地球 有不同的地方作为不同的默论 以前的顶轮是在西藏 现在的顶轮移到南美洲 所以静静重镇 非常灵性的地方 就会变成南美洲 恭喜大家 自己飞30几个钟去 我去过 这样 地球上也有 Yin Chakra 阴默论和阳默论 阴默论是在巴厘 巴厘岛 巴厘 有个地方叫Ubud 阳性默论 阳性默论 其实是在秘鲁 Yin Chakra 所以你想想 听我会觉得 什么事 为什么地球上也会有 其实 佛家 我现在引用佛家 就是 其实 外面的世界 所有的东西 是你的身体 建设 简单说 是你建设 所以你的身体 有什么 外面也会有什么 OK 就是 你的身体里面 一定会有好细胞 有坏细胞 所以外面的世界 一样会有好人 和坏人 你身体里面 最恶毒的细胞 在外面显现出来 就会变成林郑 李家超 你明白 你身体里面 很好的细胞 很sweet 很caring 很帮你做事的细胞 像白血球 例如 他可能是 你很sweet的另一半 明白吗 任努任怨 所以 你要知道 好像我说 墨中的余家士 他们 是完全看不到 时间 没有日历 月历 但你不要理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 下一次什么时候是日蜜 和月蜜 同样 马雅也是这样 我先进带一提 马雅的2012年 他说世界末日 其实他不是世界末日 他是去到一个月历周期的结束 他其实是会继续的 我继续讲了 所以地球有地球的默论 人有人的默论 而西藏的余家士 之所以会知道 下一次什么时候是月蜜 日蜜 其实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那个变化 ANGEL说得非常好 思想创造实相 我说这些东西 可能大部份的香港人 甚至地球人 都觉得像马雅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尤其 你知道我说很多健康的东西 被医生跳出来疯了 那些不出名 不肯出自己名 那些医生出来攻击 但是 你要找到什么情况之下 原来有些很厉害的科学家 譬如 美国的 Surgeon General 医学界西医外科最大的 或者你找到很顶尖的科学家 譬如 Dr. Bruce Lipton 他们走来跟你说 其实思想创造实相 那他其实有没有理由的呢 他有没有根据的呢 他有的 因为他用科学的角度解释 他就告诉你 你人体 不论我也好 你也好 我面前这个波波也好 甚至 我的电话也好 其实呢 它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是粒子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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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 是这些东西制造的 对不对 好了 而科学家就觉得 嗯 正啊 我先研究一下 其实呢 这些粒子 再小一点会是什么 那就试一下 就将两个粒子 撞击 兜完之后 它就散了 散了之后 它们发觉 喂 没有啊 原来 再不见到一粒粒 它们只见到 嗯 在那里震动 震动了 频率了 所以这件事 可以对应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默鱿是频率 默鱿是光 光也是频率 一般人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乌鱿是黑色 乌鱿是小鱿 可以吗 那你知是罗湿陀 那是不是所有黑色的小鱿都是乌鱿呢 不是 但是 因为 默鱿本身是颜色 它也是频率 OK 而默鱿你要我讲到最 夸张的层面 大家可能说 我现在听到神秘学 可以是的 其实 就是 记住 因为生同感受的前身 其实是如是我物 所以我说的 是很正常的 OK 而且我学一些 所谓的V混混的东西 不论是圆学 或是 我们叫做 spiritual 身心灵的东西 其实是远早 过我学生同 和营养学 OK 大家姑且听之 OK 就是你把所有粒子 撞完之后 出来 它只有频率 那好吧 你的频率在哪里 你的频率在什么程度 OK 它反映的就是 你所感受到的世界 和你所遇到的事物 OK 明白嗎 那就是譬如 我们可能玩实验的 下次 譬如我们下次 做节目之前 那样 大家就 可能 送信息给我 那我就随机 抽几个人 我去查你们的频率 是多少 那你说你怎么查呢 那 其实 革空无分别 因为 又用科学去解释 因为有个东西叫做 量子糾纏 就是 两粒 你当是粒子 两粒 本来是粒子 你把它分开了 然后 一个 你转到西伯利亚 但是 你向香港 你面前那粒 那粒 西伯利亚 那粒都会收到 OK 这个就是 你可以问科学的朋友 什么叫量子糾纏 或者自己上网搜尋 都可以 所以 为什么 所有做这些身心灵的东西 包括 可能灵气 或者煞满的疗愈 或者我帮你们查些什么 那些 为什么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 所以 只要你在第三围到 这个地方 的生物 就可以查到 OK 那 我最近都在想 其实 自己以前是不化的 最近这一年 是多了感悟 以及多了 一些突破 英文就叫 epiphany 突然之间有些东西通了 我们常常说 别人 即是 第三个字不能说 你知是 接着 d字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是 底论的三维空间 所以这里的人 大部分 OK 绝大部分 你说九十几个percent 都是 关心 钱 物质 我份工 跟着 我买那层楼 有没有车位 车位四百万 还是三百八十万 是的 是很底论的 OK 因为这个的确实 我们现在 地球的状态 就是在 底论 的三维空间 那什么时候 我们才可以 进入第二个空间 就是到第五维空间 就是 当大部分人 都脱离了这种 被恐惧主导 的状态 你发觉 我每天对着客人 很明显 就是 他说 我这样用会不会不好 我这样吃会不会 有什么问题 我这样戴了 那有什么副作用 你明白 你听得出的 其实 OK 所有东西都是 Surrounded OK By fear 他的人生就是充满恐惧 他的人生就是 要避开 避开会伤害他的东西 避开他不用害怕 你明白 OK 好了 他整天都害怕 怕这个情绪 是抵论的情绪 所以你发觉 0至6岁是抵论的岁数 爸爸妈妈最喜欢 吓你 就是 你再危险 黑衣婆来捉了你 你再危险的话 妈妈就不要你了 不断灌输恐惧 0至6岁 我们不断感受到恐惧 当时 你父母就是怪兽家长 如果他很怪兽 他就可能不断被恐惧 现在你和我 大家听到有些事情了 知道 麦伦 0至6岁是和恐惧有关的时候 那你还要不要 不断被恐惧 给子女 其实 不好 因为 你不断被恐惧 那个恐惧 是会伤害他的底轮 伤害了底轮 各位父母 我听到这一部分 就会影响到 他将来的赚钱能力 底轮就是物质 底轮就是钱 底轮就是安全感 安全的对監 就是恐惧 对不对 所以 你为了你的子女好 你想将来 他给多些家用 给你 你就不要再害怕他了 我这些人当然是过来人 我妈小时候就很喜欢害怕我 布丁也是 那 那 还有 一句 spiritual 不关事的东西 我和布丁本身 是同一个灵魂家族 这个灵魂家族 这个concept 是彩虹的 或者是伤生艳 火艳的艳 那是伤生艳 伤生艳 或者是 苏眉 叫做灵魂伴侣 靈魂家族 这些概念 可以迟说 但我想先透明墨轮和水晶 好了 现在十三分多 大家有问题 子彮留言 知道吗 繼續講 底輪跟恐懼有關 你會發覺0至6歲在做什麼 要在地上爬 大家很喜歡在地上爬來爬去 坐著吃腳趾 在地上不想起床 媽媽都說髒髒 但其實0至6歲 底輪主導的時期 底輪控制 底輪in charge 你一定會在地上爬 是正常的 而且你會發覺你的能量 全都在下半身 在腿部 你會不會到處跑 不懂得停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它的能量在下半身 中醫就說有很多氣 腿部和腳有很多氣 所以停不下來 不斷走來走去 睡一覺 然後再起床 又在那裡走來走去 因為底輪 我們經過了0至6歲之後 進入了生殖輪 但是0至6歲 是由媽媽懷孕那一刻開始 所以我之前有說過 有一個媽媽 她住堂樓的 她拖著兩個女兒下樓梯 然後她發覺那個小女兒 一直都不肯下樓梯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她以前就說 你可能1、2歲就不喜歡下樓梯 想媽媽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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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發覺不對了 原來女兒去到4、5歲 她都是要她抱,她是否要大,抱很重 她就想扎怪女兒,後來她才醒起 原來她曾經在懲女兒的時候 她跌過樓梯 那你說,小女兒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她記不記得?其實她忘記的 因為她腦裡的Hippocampus 是未儲存記憶的部分 6歲之前其實也不太清楚 如果再仔細一點,其實是2-3歲之前也不太清楚 何況她還未出生? 其實是記不到的 但是因為媽媽的恐懼,她跌到樓梯 媽媽就嚇一嚇 媽媽嚇一嚇,寶寶在肚子裡是否感受到媽媽嚇一嚇? 那時候,寶寶在肚子裡是0歲的範圍 未到1歲 所以,寶寶就吸收了一股恐懼 將來她長大了,她出生了 其實她看著樓梯,她未必記得自己 在媽媽的肚子裡的時候跌過去 但是她有那個恐懼 恐懼就在這裡,她就不肯自己下樓梯 明白我的事嗎? 所以我做客人,我們叫做break the cycle的時候 打破宿命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去看她在媽媽的肚子裡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這個不是我去看,也不是客人自己去看 是個高我,千億萬年之後成了一塊 或者是畢業之後的你自己 她帶你去看 原來,你這件事的源頭是在你當時在媽媽的肚子裡 明白嗎? 好,麥麟呢 就對應光,對應頻率 是有得量的 如果不是我普通放了那部肚子 為什麼你覺得你可以放一隻手在上面呢? 咦?怎麼會量到呢? 因為你的身體會釋放光的 很微弱的光 那些光是可以測量的 好嗎? 好了,那我們就講水晶了 水晶很複雜的 我上一集也有說到 其實賣給你那個人 他當他是什麼? 他當他是一件商品 謀才的商品 還是他當他是一個靈性導師 還是他當他是一件飾物 我上一集也有說到 水晶作為地球 最古老的物質 因為你整個地殼 其實地球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25%是silica 直 所以如果你把上面的東西 人、動物、草等 全部拆掉 其實地球就是浮的水晶球 是直 在浮的 所以地球有它的頻率 頻率是如何計算呢? 不是我計算的 是科學家計算的 所以我們有一樣東西叫做 舒曼波 它的頻率 而亦都有些音差 先不要說給它這個 這個 OK 它呢 噢音差 136.1 這個音差 它就是地球的脈動 你說 你跟我說頻率 我都不太明白 所以我就說不要緊 頻率這件事 我們可以做測試 可能你們 我們說到最後 就說 啊 最快設置Inbox給我的 那樣 有多少個人 我們就幫你檢查頻率 頻率會變的 例如 我有個朋友 他本身是300多 相當之好的 但是呢 他那幾天跟另一半 叫了交 立即跌了去很低 跌了去Fear Fear Fear即是恐懼 OK 恐懼很低分的 五十或七十五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怕 跟另一半的關係出問題 怕會失去了另一半 明白嗎 所以你的頻率 是決定了你的心境狀態 你個人在一個怎樣的情況之下 OK 大家都聽過吸引力法則 吸引力法則是跟你說 你想什麼 你感覺到什麼 就會吸引到什麼 其實吸引力法則的真名 不是叫做吸引力法則的 其實是叫鏡子法則 The law of mirroring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Dr. Bruce Lipton 他是基因這方面的權威來的 他就說 其實你把所有東西拆掉之後 大家只不過在那裡震 我是粒子 你是粒子 你看到我是實體 其實是一個幻象來的 我看到你是實體 都是幻象來的 佛家不是說 是不是 本來無陰脈 何處夜塵埃 六祖為能講的 是嗎 金剛經都有講的 是嗎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英作如是觀 為什麼呢 其實佛家一早知道 印度的靈性導師 或者我們講的 總之是捱住萬三年之前 OK 那些人都知道 都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 感受到的一切 其實都是一個幻象來的 那你說 喂 你玩我嗎 或者是玩X我嗎 為什麼要給我 我又要窮啊 我又身體不舒服 我又要醫我老 對啦 law of mirroring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要你感受 你想佛家說的 超脫輪迴之苦 你要什麼 你要開悟 那你怎麼開悟 佛經裡面說 要經歷三大阿真騎劫 OK 因為三大阿真騎劫 你才能夠感受 八萬四千種煩惱 基本上地球上 所有的角色 讓你玩了 做了 如果當你有這種觀 這種觀的時候 我想到自己的眼睛 第二 這個perspective 這個角度 這個觀點 的時候 其實你看著林鄭 你都會覺得 喂 多謝你 真心的 因為 你去complete 我的experience 你明白嗎 你完整了我 你令我變得更完整 因為我沒有想過 原來我是這麼討厭一個人 原來有人是這麼無恥 原來有人是這麼衰 你明白嗎 這麼喪盡天良 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身邊認不到一個 這麼喪盡天良的人 但是你 這個叫做林鄭月娥的代號 這個人 他就做了這個角色 讓你去感受到這個人的存在 感受到這一種的 喪盡天良 喪滅人性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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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所以 以前 學佛的時候 你知道那些人就說 你要感激你的冤親債主 你反而就 嘻嘻嘻嘻嘻嘻 冤親債主我感激你什麼 你這樣玩我 你要我受那麼多苦 你小人正壞人 打小人 但到你真的明白 你在這個世界 你來到這個三維空間 就是 薩滿所說的 中土 middle world 就是充滿對立的 什麼叫二元對立 就是善惡 美醜 好啊不好啊 那些 開心不開心 有這麼大的對立 OK 目的就是要你感受 是啊 所以會有這麼多的小人 賤人出現 為什麼 他要你感受的對比 所以當你心裡有一個好人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個或以上的賤人 OK 那些賤人出現之後 又會出現一個好人 因為他就是要平衡 給你在這個對立當中 否則也不叫中土 你明白嗎 middle world 就是充滿對立的 叫什麼二元 二元就是極端 零和一百 不斷這樣 兩邊這樣拉扯 累不累累的 所以佛家才說輪迴是苦 如果輪迴這麼開心 你就繼續輪迴 我見到一些人 他很喜歡上班 山竹也要上班 你明白嗎 很喜歡做 你不要妨礙我 妨礙我上班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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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喜歡這件事 可以可以可以 下次再回來 下一世給你機會 到你感受到 夠了 其實 我覺得 我超過了 OK 我感受過了 OK 我脫離了 很多時候 有些客人很熟 有時候說 我不喜歡她老公 不喜歡她老婆 那些 其實 它是你的課題 的一塊鏡 來的 你的另一半 是那塊鏡 或者你沒有另一半 都是一塊鏡 下面的公仔 Vicky Martin 那隻公仔是怎麼回事 我看不到 它是暈了 聽到暈了 即是 它的存在是 讓你看到 你的課題 你要收集的課題 即是 如果我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不開你的名字 我照說 我不開你的名字 即是 譬如有一個人 在車上 他的另一半 然後呢 有開車 有開錯 明明應該轉左就轉右 轉右 然後又不知走到哪 然後 然後 他就懶惰 好了 然後他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他真的很蠢 大哥 GPS又不懂 你不應該這樣走 那些 我反而就問他 我說 其實如果那個時候 你是 在看YouTube OK 看得很開心 或者你跟朋友 WhatsApp 瘋了 OK 或者你在車上 煲劇 OK 你會不會留意到 其實你的另一半 OK 拿錯了 不會 你根本不知 你不知 看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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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你會留意到他 因為你Focus 你的Attention 在他的錯誤身上 那其實 這個人 他這塊鏡子 是反映給你看 其實 你有對自己不滿的地方 而你對自己的不滿 你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外面顯了一個人 就不斷地錯給你看 OK 給你看到我 其實 你真正要處理的 不是別人 我經常都說 真的 你不要想著改變別人 別人 有別人要走的路 你不是他對腳 你不是他個人 你不能代他走的路 你要生同 你自己生到狗 沒有問題 但你不要逼人生同 你亦都不要自己去學 你要逼人學佛 或者你去學生心靈異 你要逼人學生心靈異 沒有這個必要 佛家經常都說 佛道有緣人 為什麼佛道有緣人 為什麼不是佛道所有人 因為如果你不自己伸手出來 請你拉我 我現在在水裡飄走了 你拉我 沒有人可以拉你 你這樣 我怎麼救你 你在水裡 你先伸手出來 什麼叫伸手出來 就是 你 願意為你的人生負責 我已經說到很適合 但是真的 如果你 做專注在你另一半開車 不知去哪裡 你不如專注在自己 你不明白 這不是愛的表現 不是我不斷去干涉你怎樣開車 就是愛你 他有他要找的路 你有你在路程裡跟他結伴同行 其實夫妻也好 父母也好 朋友也好 天下蒙不散之言直 大家聽說 他有大家陪大家走一段路 那段路 最後是一定會完 大家的生命都有盡頭 所以當你知道 Law of Mirroring 即鏡子發出的時候 你知道 你想的東西 其實他都有頻率 你想的東西 你的心情 By the way 這種頻率可以讀到 其實也是有一個科學人 一個博士寫出來 不是我作的 不是那些心靈的人 自己幻想出來的 但你知道 香港人很少見到博士 所以整天走來走去 出來都是那幾個 什麼都關他事 很隱瞞 但anyway 外國有很多身心靈的人 比如有一個叫 Anodia Judith 也是一個博士 然後有一個叫 Sage Goddess 那個女人 Athena 她的名字叫Athena Athena 也是一個博士 很多的 愛國人不會覺得 我讀到那麼多書 我就不可以講身心靈 覺得這件事會很醜 不會的 甚至佛洛伊德的高竹 Cao Yong 讀生女學的人 一定知道哪個Cao Yong 她都是很Into 身心靈的 甚至牛津 也是 我發現平均跌落地 因為你的頻率 釋放出 你的思想有頻率 所有東西都有頻率 所有東西都是粒子 你不斷在想 會分手 會分手 會窮 不會窮 很擔心 你釋放出來的什麼 因為鏡子是賭模 鏡子是反映的 它就會反映一個事實 是相對應你的頻率 明白嗎 你一直都是害怕的 那個頻率裡面 照著害怕的警方給你 令你繼續覺得害怕 是不是很棒 但如果你釋放的頻率是愛 我不管你有什麼方法 去感受到愛 你可以不斷在家裡看愛情片 可以的 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 為什麼有人說 讀一些 自愛感的良好 那些 即是說 我是最好的 我呢 很有能力照顧自己 我很愛自己 即是你覺得 我講這些把鬼 我講你覺得很肉麻 是啊 我明白的 你講第一次不相信 你覺得很肉麻 當你講了一千次的時候 就 好像一首歌 我聽了十次之後 你已經會唱一首歌 它已經成為了你的身體 你細胞 你粒子 你頻率的一部分 明白嗎 當你很自愛的時候 你才會吸引一些是愛你的人 珍惜你的人 如果你不愛自己的話 你相信我 你吸引回來的另一半 一定是不會珍惜你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這些電視 看到懷路 即是說 一個女生自暴自棄 她的人生去到一個谷底 然後就有個男人出現 拯救她 當然你可以覺得她是一個天使 你可以覺得她是佛菩薩的化現 可以可以 但是 重點是 你必須要自愛 因為那個人出現 他可以像白馬龍子 他可以騎著白馬出現 很愛你 但是 他轉來可以變成一個渣男 明白嗎 如果你對自己是很渣的 那 你會吸引一些人 因為鏡子 法則的原理 你的頻率是恐懼 你的頻率是貧窮 你的頻率是貧窮 照出來的就是貧窮 你就會不斷做一些工 就被人找笨 然後 這些整個都覺得別人找你笨 我以前請了一些夥記是這樣的 即是出了糧給她 她會逐個計 知道嗎 逐天逐天計 覺得你會少她 你會 佔她便宜 是的 那 即是 我很需要這樣說 但是 第一我沒有這個想法 想佔她便宜 第二就是 到最後 我繼續賺得多錢過來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一個貧窮的頻率裡面 貧窮的頻率不是與心俱來 哎呀媽媽生我的時間很好 我的八字好美 是一個選擇 你選擇 還是不選擇 被貧窮 被恐懼 去佔有你 那你說有沒有先天 應該就說有 如果你的底輪 即是由媽媽 托你那一刻 到你七歲之前 你經歷了很多恐懼的話 那這個便是你的出廠設定 你明白嗎 所以 阿姐你和我兩個時候都說 生孩子要考牌 真的 即是你經常打個小孩 嚇個小孩 小孩將來便賺不到錢 那這就是你的報應 其實就是 所以不要嚇個小孩 什麼不要你 黑衣婆來抓你 即是不要說那些 然後 你知道我小學六年班的時候 柯獨升羅撒的 那時候是 不要緊 大家都知道我多少歲 就是葉子味很紅的年代 OK 然後 你可否想像到那個 我忘記是班主任 還是其中一個老師 我們當時在做學能測試 他怎麼說 他說 你們呀 如果再不努力讀書 不考我的學能測驗 你將來可以穿葉子味脫衣 這樣 即是 今時今日的我 如果我的現場 我聽到 我幾天會狂差 可能 我正經差人 就不會有粗口 私底下一定會有 小學六年班是十二歲 十二歲 還是生殖論的時代 明白嗎 OK 那 即 它不是令到你有恐懼 但它會令到你 對自己的 性別 不安 OK 譬如你覺得 女姐有空 是 我要收買 我要寒背 這樣 OK 或者 調轉 我要曬出來 證明我有 這樣 其實兩者都不健康 兩者都是剛才所說的 變成零和一百 那不是說 其實你在這個中土世界裡 你是感受零和一百的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 你看到不是 那些得道高增 電視劇都看到 全部都有 纏定狀態 很平靜 那些平靜 是因為 兩邊 不斷地打轉 打到全部 經歷過 零 一二三 去到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八 全部經歷過 所以她才會回到中間 你明白嗎 不是你一來 想去跳步 跳步 即是你不要跟我說 你是千億媳婦 你就昨天 受孕 今天生兒子 才行 沒得 快進去 沒得跳的 OK 你要經歷的 你就要經歷 剛剛有個聽眾留言給我 她剛才有上來的 她跟我說 哎呀 那我是不是接下來 就不用經歷不好的事 我知道我這樣說 你覺得很變態 但是 其實沒有所謂好和不好 你要記住 這個所有事都是一個旅程 來的 是一個Journey OK 那個旅程裡面 就是要你經歷種種 所有事 我要經歷 哇 原來有喪心病狂的林鄭 OK 跟著有麻木不仁 喪盡天良的黑境 跟著有一個殺人如麻的政權 我要感受這些東西 但是 為什麼佛家說 其實本來沒有一麥呢 因為其實 很軟 我知道我這樣說 但其實是沒有的 是 你變出來 讓你去感受到 有這件事的存在 你要感受恐懼 你要感受痛苦 你要感受快樂 你要感受不同的情緒 就是零到一百 你通通都要感受 你是沒有 shortcut 所以 為何佛家說 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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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寶甸前那陣子 她的靈器班 要她念經 念這個 炎劫千佛明經 然後說 嘩 這麼長 我的反應就是不算長 你試試抱完行願品 或者地藏經 你更開心 延劫千佛明經 第四位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第五位就是未立佛 未立佛 未立佛不是肥仔 但其實由釋迦牟尼佛 到梅立佛中間 所謂的黑暗時期 即是沒有佛出生的時間 到底有多久呢 是56億7千萬年 這個只不過是第四到第五 但現在這個劫 總共有1千個佛環 而劫還是最長的單位 是柯爭騎劫 才是最長的單位 你明白嗎 所以為何我們會 不斷在這個世界裡 不斷地輪迴 不斷地感覺 其實它就是要你感受 要你感受 而大部份人都不想感受 大家都想逃避 通就逃避 我們喝酒避開它 然後我們就賭錢 然後我們就沉迷一樣沉迷那樣 想逃避了煩惱 逃避了痛苦 我們不想去面對它 但其實呢 你逃避了 你以為就沒有了嗎 你下一世再回來 那當然你說 我不相信 我是天主教基督教的 那當然OK 那你這部分就逃避了 就不要聽了 但如果你是佛家 或是佛教 或甚至是道教 殺滿 或是New Age 都是這樣跟你說的 其實 所以New Age的說法 就叫Old Soul 就是老的靈魂 古老的靈魂 以及New Soul Young Soul 你看到跟歲數沒有關係 現在你在我面前 你可能是70歲 但你的靈魂的歲數 可能只有幾千歲 我在你面前 可能我四十歲 但可能我的靈魂的歲數 是幾億歲 明白嗎 所以不是我們看著大家 那個肉體的歲數 而且寶天虹 本身是同一個靈魂家族 所以我們是 今生人是一見如故 OK 我聽你留言說什麼 很多的只不過 平時沒有機會表現出來 觀察社民意就知道 有短暫權力時會表現出來 喔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回頭回答 我回答你 你說有很多人 就像林鄭那樣 對吧 咦 怎麼看不到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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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都說我不知用電腦 喔 香港的很多林鄭這類人 只是香港公司務員 公務員 但其子女都很多這些人 Jonah 我不同意 我告訴你為什麼我不同意 因為你說這些人 是你去假設她 等於林鄭 她不是林鄭 正如你不是我 我不是你 一樣 OK 她在你那個 透氣Matrix 大家見過 她在你的Matrix 裡面 她有她的角色 而林鄭 她就是做了林鄭這個角色 她不是給別人 誰有空誰做的 你明白嗎 她是有她的代表 她讓你感受到那種極端的憤怒 極端的仇恨 極端的 極端的 你明白嗎 想撕開她的那些 而你覺得 大把林鄭這些人 大把人可能是 有她的特質 但不是她 是一個很unique marketing的詞 很unique的positioning OK 正如 這顆石就是這顆石 它是獨一無二的 你說是綠營石而已 我大把 周圍大把 但這顆是獨一無二 如果這顆是林鄭 大家歷史 抱歉 她就是林鄭 那我第二顆形石 她也不會是林鄭 你明白嗎 因為她是獨一無二 而林鄭的基因是獨一無二 而這個世界只有一個林鄭 可以嗎 OK 所以呢 你只不過是幻想 你覺得她可以成為林鄭 你明白嗎 她可能有她的特質 但如果林鄭是一百 可能那些人是五十 三十 六十 七十五 你明白嗎 那是 當她得到這個權力 她可能發揮到這個地步 但她沒有 那就是不是她 你明白嗎 所以譬如你說 如果是這樣說 我也是在挑戰 我也是說 你的初戀 每個女人都是這樣的 每個女人都是 你明白嗎 就是 那副工具 是不同的 因為 每個人的構成都不同 每個人的DNA都不同 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同 所以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每一個感受都獨一無二 明白嗎 林鄭真是絕世人版 你就是那個真是你明白 我真是無必要 真的要經歷 是啊 所以 年輕人不要送頭 OK 我不可以說得太準 有些事呢 我 節目裡面我不方便說得太準 你知道我免得被人消失了 我消失了不要緊 她死了 她就走了 但是呢 我有十隻毛毛 我十隻毛毛 不可以沒有媽媽 所以我在節目裡 我不敢說得太準 但如果你想來 就是我的小點點 你不用幫忙 我沒所謂的 上來聊聊天都OK 那 我對著你私底下 我會講盡一點 有一個媽媽上來跟我做 consultation 她身體不好 她擔心 就是說 兒子有在前線 OK 接著我跟她說的 跟我現在說的分別不大 我說 如果這個是她的靈魂使命 OK 我知道你作為一個媽媽 你是很愛你兒子 你不想你兒子受傷 你不想你兒子有什麼事 是不是 你自己都不想 去這個 你不明白 OK 某個地方被人困住了 然後轉頭可能就被人扔下街了 大家都不想 但是 如果那個是她的靈魂使命 你是阻不了的 她要完成她的靈魂使命 OK 而你 再痛都好 你只能夠 是去 祝福 和接受 如果你不斷地害怕 OK 她出事的機會更大 我告訴你 因為鏡子效應 所以你不是害怕 你每天都想著 我兒子很安全 或者我朋友 你知道她是前線的巴打 他很安全 他沒事 然後你送 我以前不是叫你們點蠟燭嗎 我沒有推翻這件事 你們繼續做 OK 我今天放到位 我拿了一些板板出來給大家看 OK 這些板板 OK 你可以擺 它歪了 OK 你可以擺 她的照片在這裡 OK 然後呢 上面點蠟燭 然後我就知道 有些人會說 欸 蠟燭啊 蔡死了嗎 OK 蠟燭是光明 蠟燭是黑暗最怕的東西來的 那現在 某個政權是不是很黑暗 是不是以黑暗籠罩大家 那大家是不是需要光明去對抗它 明白嗎 OK 那你說 欸 怎麼點蠟燭 難道就能夠光復香港什麼 你聽我說 這個在能量層面 在靈性層面的東西 你給它一些時間 它顯化 快的啦 OK 我不說太白了 但是快的啦 OK 不用擔心 所有人 我們香港 過去 經歷的東西 不會白費的 OK 大家不要灰心 好嗎 OK 那你如果很愛你的兒子 你很愛你的另一半 你很愛你的朋友 很擔心他們在前線有什麼事 或者做什麼有什麼事 OK 你不是勸他不要去 而是你 在心裏面一直傳你的愛 和光明 OK 給他 你可以放他的照片 然後點蠟燭 OK 你說我不喜歡用這個 但你就不要用 那你就 就這樣放他的照片 那這些是用來做什麼的 OK 我給你看 OK 那是說蜜倫 蜜倫 OK 我想蜜倫 這一個 看到嗎 是生命之法 生命之法 OK 你可以這樣貼 看到嗎 我幫大家做了 會否隔了一些聲音 大家聽不到 看到嗎 我對手只有兩隻 看到嗎 還沒什麼名字 好了 然後你一路地排上去 然後這個就是太陽倫 OK 然後去到心倫 對方的位置 OK 可以嗎 水晶排列的方法一定 OK 那如果你有個願望 舉例 你有個願望 Hello OK 繼續 如果你有個願望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願望寫了 OK 然後放在底下 然後上面就放一些石石 逐顆逐顆 放在上面 然後之後呢 OK 你就在周圍的空白位置 點蠟燭 OK 今天有很多圖 很棒 OK OK 然後呢 現在的石石 有另一個用途 就是 黏在身體上 OK 先放過來 我有兩個版本 是有生命之花 和沒有生命之花 兩個版本 這樣呢 就 因為有幾個用途 我解釋一下 給大家聽一下 OK 大家是真的嗎 有沒有暈了 聽到 有沒有暈了 OK 是真的 好 這個有生命之花 藍色的 有青金石 OK 那你平時 人們經常問我 你麥能怎麼這麼差 大哥 你一直虛耗你的麥能 你又不懂得補回 那會自然差 是很正常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 給錢懲罰我的話 你儘管懲罰我 你懲罰我 我幫你做麥能療癒 好嗎 我好恬不知此 我一定會叫你懲罰我 大大力地懲罰我 OK 好了 然後呢 睡在這裏 平時保養的 躺下 臨睡 然後呢 因為我現在不是 坐在這裏 我現在坐在這裏 所以我就要 OK 1,50 OK 看到嗎 OK 可以嗎 看到嗎 好了 太大了 太大了 OK 你可以用小粒 小粒的 這個版本 就沒有生命之花 OK 乖 生性 證明我身體很乾淨 我不黏 一說不黏 它馬上黏著 OK 看到嗎 OK 這個是水晶排列 這也是簡單版的水晶排列 如果你給我排列 我當然放在你整身都是 幾噸石 將你 鑑山 躲起來 躲起來 這樣 我想說 剛才不是說 你放了石 你可以設定一個動機 就是去平衡自己的物理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後面放了自己的照片 OK 放了自己的照片 放在上面 放了一些石 點蠟燭 而你平時有些水晶手串 我真的很喜歡我的石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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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那你就 嗯 先剩下一個 那你照放了七粒石 在上面 OK 然後你設定一個想法 啟動它 你點蠟燭 你要淨化的石 你就放在上面 OK 看到嗎 好了 還有 上次不是說補充能量的 幫你的水晶 是不是 我不是說了地水火風空的 好好聽 謝謝你 我們遲些會有workshop 大家歡迎你 還有我們聲音子女都開了 我們可以做聲音治療 大家一定要來 知道嗎 非常之好的 聲音治療是幫助你的細胞 幫助你身體的混亂的頻率 去回一個和諧的狀態 我遲些會放片出來 你會看到 好像這些128 528 我放在我床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臨睡會自己撿自己 因為我有保養 所以看到我擺出來的默輪圖 我的太陽輪是100分 我其餘都是90和80 因為有keep 你明白嗎 你不keep 老得快是正常 你不keep 你的能量去耗損 是正常的 其實 你有沒有keep 那默輪是你身體的能量層 那你怎樣keep 就是真的精石和光 我今天未講得太神話 我接下來可以講非常神話 看看靈氣 靈氣你可以來 我們遲些會開班 靈氣一級 靈氣二級 因為姐姐寶丁和黃同學 都是靈氣大師 他們是可以開班的 喂 繼續說 地水火風空 你看到我這個是骯髒的 看到骯髒嗎 這些位置有些灰灰 有些灰灰的樣子 這些真的是那些香灰來的 那我平時會怎樣做呢 這樣 大家猜到這一串是什麼味道 我正在自戀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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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好 繼續 那我會將 猜到的留言 我會這樣放在上面 然後我提過 如果你要淨化的話 你可以放白鼠味草 其實除了白鼠味草之外 還有什麼的 還有 愛國就叫做 有人叫做 black sage 其實就是worm wood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艾草 如果你覺得 你很白癡 我不相信 點點東西就可以靜化 我不相信 騙人的 那你信不信艾舊 艾舊就是拿艾草 所謂的純陽之物 然後在你身體 一些重要的關口 不是水龍珠 不是 還有關口 還有穴位 你發覺艾草很有趣的 就這樣燒 它不是很臭的 它沒有什麼 其實是一種草味 但當你放在你身體的穴位燒 那種味道不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它是把你身體裡的不好的東西抽出來 OK 所以白鼠味草也是 你看到我 如果你呢 沒有了 我不會起床的 那如果你是 那間屋 你燒的時候 你留意它出什麼色的煙 正常是白色煙 但是如果 你看到它出黑色煙 吃那個地方 有很大團的負面的能量 我們之前有講過 有一個科學實驗 就是我坐在椅子上 然後我不斷地想 我要吃揚州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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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想著 我要吃揚州炒飯 OK 之後呢 你再找10個人 20個人坐在椅子上 他坐在椅子上 他坐在椅子上 就想到揚州炒飯 OK 其實這個就是 頻率 是呀 椅子 它吸收了你那個揚州炒飯 那個念頭 那個頻率在 OK 所以當你想著揚州炒飯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會想吃揚州炒飯 這就是鏡子 你明白嗎 它要令到你去符合 這個 所以你害怕 你開心 你滿足 同樣都是 好了 講到淨化了 如果光淨化 你就可以插一枝白鼠尾草 但我提一提你們 因為這些洞 其實它不是很深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 我上次拿出來 那些很長的那些 你要屈一屈腳 短一點 你才插到下去 OK 然後你點完之後 然後它會不會有灰蜜滴下來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它會弄髒一點 是OK的 那你第二天之後 你會拿它 整天都去沖水 搞定 OK 是不是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很自戀 OK 好了 那就講到什麼 聖木不同的 聖木不是拿來做淨化的 聖木是加強它的揚性力量 OK 再猜一下 大家猜一下 色水晶的人猜一下 猜一下這寸是什麼 這寸是20mm來的 我想看一看 好大一寸 這寸是17mm來的 17mm 看不看得到 17mm 先反一下 繼續自戀 大家會覺得我變態 是嗎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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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好 繼續 OK 好了 這樣呢 包括 不好意思 低能 你們如果那些飲料 你們試過的 就是 你將那些水 平時的水 你試試喝一口 我給你煲 你煲 甚至你過濾了都可以 你試試喝一口 然後你試試放進麥倫水瓶裡 那個要等7分鐘 等完7分鐘之後你喝一下 你感覺同一個水源 沒有入水瓶 以及入了麥倫水瓶的分別 等7分鐘 口感是不同的 還有呢 那個能量是不同的 因為它重整了 明白嗎 OK 另外一個很明顯是超失 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 好了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這些音叉 OK 用音叉去 我舉例 我現在面前一杯水 先當它 OK 這個就是地球的頻率來的 因為呢 as much as 我們不覺得也好 其實地球是完美的 OK 大地之母是完美的 所有我們感受的東西 那些所謂的不好啊 負面啊 你不喜歡的呢 其實它只不過是 不是穩石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你要經歷的一部分 當你經歷完了 你畢業了 那就可以去下一個圍道 都不是 哈哈 大家都猜不到 是不是呢 這個是一個很powerful的石 來的 不只是單純它的尺寸 嗯 繼續猜到 OK 好了 這樣就剩下最後幾分鐘 我居然講正經話 唉 真的猜不到 好了 你們知不知道呢 不是 哈哈 救命 不是腐拍 講到腐拍呢 Sorry 腐拍是什麼呢 腐拍其實是一種 我們叫做無精質的結構 什麼叫無精質的結構 它裡面是沒有精體的結構 它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是有機物質 那有什麼東西是屬於 這種叫做無精體的結構 例如黑曜石 黑曜石其實是什麼 是Lava Sally好厲害 Sally猜到了 是碧犀 沒錯 這個就是綠碧犀 看到嗎 OK 那麼 綠碧犀我自己當然要一寸 你看看 它的程度不得了 那麼 綠碧犀的好處非常之多 好 既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唯有讀一讀 Give me one second OK 我讀給大家聽 Oh Actually 不用了 我看在後面 拿來讀給大家聽 我讀了英文 再讀中文 效不效 因為我覺得英文是譯得好一點的 英文這個就是直接在水晶教母 Katrina Raffael寫的 所以 你等一會 我繼續 Give me one minute OK Green Tourmaline 即是綠碧犀 Purify and Strengthen Nervous System 即是淨化和加強神經系統 Help it carry greater spirit force 就是幫助配戴者有更大的靈性的容量和力量 譬如說你的杯子 你拜神的杯子 那你當然是裝得少 如果你的杯子在浴缸 那你就可以裝得多一點 那它就是令到你能夠承載更多的靈性力 OK Charge your body's electrical system 就是令到你身體的電極能夠得到充電 By the way 心臟是發電的 腦都發電的 是有電磁波的 那為什麼人體會有電磁波呢 跟我們的脈論是有關的 跟左中有脈有關的 OK 好了 所以你給心機聽 知道嗎 有很多話要告訴你 不要以為脈論是V圓圓 脈論絕對是跟任何東西有關 包括你的人生制度 你要遇到什麼 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要養小孩 要養小孩 要很辛苦 逢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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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 但是有關明面的人又不同 它會如何呢 就是實業家企業家 我記得要賺到很多錢 繼續說 還有窮到的人是什麼呢 心輪主導不會窮的 他陽輪主導 不好意思 都不會太會窮的 OK啦 底輪主導 光明面都不會不同 但是如果 黑暗面會怎樣呢 好確 可以嗎 因為是物質 你說什麼叫光明面黑暗面 很簡單 光明面就是蔡英文 黑暗面就是林鄭 大家都是女性領袖 你看到一個分別 你想要蔡英文還是林鄭 你自己想想 因為每一個默輪都有它可以展現的特質 再說陸碧西亞 英文是relief fatigue and exhaustion 就是減輕疲勞和虛耗 然後rejuvenating 就是補充你的能量 令到你煩惱頑童 令到你越來越後生 越來越良 皮膚越來越緊緻 然後seal auric holes 就是你氣場的村洞 可以透過六壁細去填補 我可以讀一些很好笑的東西給大家聽 這個很好笑的就是 我之後會screen cap給大家看 我有一個客人 他帶了一吋 沒有一吋那麼大 因為我這些是變態的 我帶一吋到這樣 但是它是小的 我想它應該是十幾 十二 十二點五 差不多 他就說 你今天見我比昨天更漂亮 這條鏈很喜歡我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 波波大了 對不起 這部分真的很過分 你說什麼 然後 臉很紅潤和很緊緻 他意思是 現在要瘦腰 然後我就說生同 就是這樣 全民集氣 Ultermelon 沒錯 就是碧莎 碧莎 碧莎很邪惡 碧莎有很多顏色 如果我每個顏色都會錯一條 我應該會破產 挑戰太陽的賺錢能力 好 繼續 剛才回答Sowie說的 就是 是不是虎柏呢 虎柏呢 咦 他不是說虎柏 我先回答 虎柏 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 無精質 無精質 例如 黑曜石是無精質 因為黑曜石其實是Lava 是熔岩 如果大家有看Game of Thrones 裡面的Dragon glass 其實就是黑曜石 黑曜石有很強的 所謂的辟邪能力 但你知道我這些人就說 邪什麼車 都是你要經歷的事情 來的Zoomer 然後珍珠珊瑚 車渠背殼 折黑暈石 因為它是沒有精體的結構 沒有一格格的 沒有的 它這個能量就是 狂野之蛇 那種 可以嗎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 它是有它 充有它流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 嘩 折黑暈石很厲害 這樣 但折黑暈石 我 我也有的 但我不是特別好它的 我不是特別好它的 因為我不是特別需要這種 那你說 綠色的石蚊 不是對財運好的嗎 這個位置就要解釋了 其實綠色 是森林的顏色 而森林呢 為什麼森林主導的人 她的生活會覺得很自由 很滋陰 很優災 很優災 很正 就是因為 她很容易心想事成 她很容易險化 包括剛才那個 好好笑的女生 或者今天又漂亮又老 她是森林主導的 森林主導的人 很容易耗損自己的森林 令到自己心狠淚 所以森林主導的人 我都叫她們要大迫勢 當然你說我帶很多錢 我帶祖母綠 可以嗎 即是綠寶石 可以嗎 那當然可以 但綠碧西都是要帶的 因為她真的很強 非常之強 如果你已經帶著超新 但你過來查森林 而發現你自己 森林都很低分 那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你整抽 是沒有啟動過 她還在睡覺 其實你帶膠珠 是沒有分別的 你帶不帶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她還在睡覺 而如果那條鏈本身 是跟你連結了的話 你任何人帶她都無所謂 任何人碰她都無所謂 她都不會受她的能量影響 因為她知道 你才是她要服務的對象 那毛貞就像剛才說的 就有黑耀石 珍珠 珊瑚 車腳 折腿石 所以她很澎湃 她沒有一個特定的結構 但下一次我就會說 其實水晶有分男女 真的一種石 例如碧西 超七 它是有分男女的 那有男性的石是怎樣 女性的石是怎樣 而有些石是雌雄同體 她做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她的角色是很不同的 還有 有些叫做前精則 就是很細的結構 馬佬 玉碎 木花石 這些都是 就是怎樣 她是很 很細膩 明白嗎 她很細膩 不是說微弱 但她很溫軟 這樣 讓你安定 她不是男 不是女 有一種是男女 也有的力量 所以 你買石頭的地方 如果她當是一件貨物賣給你 你只能買到一個 只有貨物能量的東西 那就是教主 但如果你買那個人 他本身是一個煞滿 或者他本身是有做靈氣 我不是要你光顧我 聽清楚 你可以當地找回自己本身的靈氣老師去買水晶 她在水晶裡面注入了靈氣 她打了巧克力 那水晶的力量會不同 但代不代表她跟你連結了呢 又不代表 我們說到最v混混的版本是什麼呢 就是 除了地水火風空 宇宙的組成物質 的淨化和地水火風空 有來的幾個加強能量之外 就是我們說啟動 整醒它 接著連結你個人 還有什麼呢 還有兩件事 就是 program 就是編程 什麼叫編程呢 就是你到底想這條鏈幫你做什麼 其實我可不可以寫108個願望下去呢 師傅那條鏈 那種石它有幾多個角 它有幾多面體 它有幾多面體 就是它可以program 幾多個不同的願望 但是當然你越多 它越分散 它就越需要更長的時間 去幫你顯化 那件事 但是如果你越集中 它就越快會幫你顯化 明白嗎 那當然你顯化 你program了 你帶著它的時候 你不要不斷地擔心 譬如說 我program了 我舉例 我program它 幫我賺錢 OK 因為心輪 心輪 我想要什麼都有 那為什麼大家會associate 綠色就是錢呢 因為大家的心都想要錢 其實是跳了step的 其實心輪 綠色不代表錢的 你是可以顯化別的東西的 所以心輪主導的人呢 so far我只遇到女生 我沒有遇到男生 是心輪主導 是真的 它只要想 它focus on 它心的力量 要的東西 它就顯化到的了 好正的那些生活 好滋陰的 全年只做了三日夜的那些 那些是心輪主導來的 還有住層樓幾千尺 弓斷了那些 每天睡到下午 然後去做facial 和唾骨那些 那些是心輪主導的人來的 那些女生是漂亮的 耐老的 還有呢 是有求必應的 但是 很多人不會做的就是 她不懂得填回心輪 她不斷耗損自己的能量 大部份人都不懂得填的 那啊 我剛才跟你說過什麼 嗯 最後的了 就是 除了地室火風空的淨化 和加強補充能量之外 就是啟動連結 啟動就是 整醒她 喂早晨啊 連結就是連結 你是她的服務對象 她要幫你 那神化一點的 除了programming 就是你要幫我做些什麼 有科學家說這件事 不是我作的 也不是純的 有一個科學家 我先找他的名字 我講完這裡 我就會放大家下課了 OK 等我一會兒 Marsel Vogel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會贏過 他拿過諾貝爾獎 所以他不是那些 阿貓阿狗 隨便街的 不知道什麼 哪裡來的 所謂的學者 他是一個 很厲害的 他有大量研究精神 但他亦有說水晶可以被program 他有Physics 即是物理方面 他亦有神秘學 他有Crystal Wisdom 他有說水晶怎樣program 我看我沒有記錯 他是拿諾貝爾獎 還是第二個 神化的部分是水晶守護神 如果你有看水晶教母的書 Catrina Raffael 講水晶 在這裡嗎 不在 Sorry 他裏面有講水晶守護神 整個地球 我們有大地之母 礦石家族有他的守護神 還有碧西有碧西的守護神 明白嗎 我講解神化的部分 就是下載守護神的訊息 就是他有個訊息給你的 你會不會拿是你的事 OK 如果你說我是基督徒 那你就不要做這些事 你只是做淨化和加強補充能量 那這個呢 是等於維他命C 鈣片和尾 就是你有你需要的東西 他有他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而地水火風空是大自然宇宙間的組成物質 不牽涉宗教的 而你說啟動和連結 這個也是一個很物理的東西 也不牽涉宗教 但你說水晶守護神 如果你本身是基督教的 你覺得這件事有抵觸 你就不要做這件事 但如果你說沒有的 我是New Agents 或者是佛教人 或者是薩滿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下載一個訊息給你看到 其實 水晶守護神有些什麼跟你說 你看到我的陰叉呢 它的尾部是做這些腳的 這個是粉蒸 這個是東鱗肉來的 就是洗完臉之後 噴臉 塗完臉之後 噴臉 或者塗按摩油 然後拋 拋完之後 一直這樣推 我告訴你 你做了一邊臉 不做另一邊臉 你會看到 做了一邊是明顯白了 而且硬了 很棒 所以陰叉很好用 基本上現在去到哪裏 我都會帶著他們用 OK 今天先說到這裡 好嗎 如果有問題的話 儘管留言 留言就可以下一集回答 OK 拜拜